嗨各位小财神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就是你画面上刚刚看到的 就是华南要推出一张新的信用卡 叫做SNY信用卡 那这张卡片它主打最高有28%的回馈 到底要怎么取得呢 今天我来解释给你听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 这一集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信用卡的优惠解析给你听 第二个申请步骤说给你听 就这么简单 事不宜迟往下走 这个SNY的信用卡它有哪些优惠呢 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拆解 第一个怎么申请 很简单 如果你还没有华南的信用卡 你可以扫我们的这个画面正中间的这个QR Code 它是它的官网 它没有MGM活动 所以你只要从官网进去 就可以开始申请华南信用卡 那这一次的华南SNY信用卡 4月15号早上10点开放申请 所以如果你是4月15号以前的话呢 你会连到官网 它就尽情期待 那4月15号早上10点之后呢 就可以扫QR Code直接申请 那我们画面右手边的这个QR Code呢 是开户的QR Code 那SNY信用卡需要有SNY数位账户 那这样子申请的话呢 才可以通过 所以请大家就是也别忘了先申请 SNY的这个数位账户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申请资格的部分呢 只要年满20岁 薪水的话最低月薪2万2以上 就可以开始申请了 所以这算是没有什么门槛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走 最大的亮点呢 是20%回馈 但是除了这个20%回馈之外呢 要先讲的是国内网购 这个自从去年年底 这个中信英雄联盟卡的10%回馈 拿掉之后 网购就没有什么神卡了啦 这张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不错 它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它不需要低销 你只要有卡有刷就有回馈 那需要有三个简单的任务 第一个就是 完成华南银行的LINE消费通知 那这个怎么做呢 你只要加入LINE的官方账号 并且绑定你的个人化资讯 就完成了 第二个 把SNY信用卡绑定在华银支付 华银支付怎么绑呢 你在这个华南银行的APP 或者是SNY的APP上面 都可以绑定这张信用卡 第三个 只要下载SNYAPP 登入即可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没有很困难 你只要一次做足了 那就可以符合这个资格 那它的当期网购呢 给你5%现金回馈 每个月300 所以你回推大概就是 刷6000块以内的网购 都是95折 那还有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是 华南银行针对网络购物的 任劣是比较宽松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绑在 行动支付上面来 就是刷卡 是不是也算了 大概是算的 这个是符合资格的 比如说 你把这张卡片绑定在 橘子支付里面 去小七 缴水电费 算不算回馈资格 至少之前爱网购生活卡 是符合资格的 所以我们照这个网例来看的话 的确有很高的机率 会符合资格 那我也会在我自己实测之后呢 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张卡片除了网购 有5%回馈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 缴水电费 甚至是我们的众所税 都是有5%回馈的 再来 海外网购的部分呢 就比较烂杂一点 因为它有需要 1000元消费当祭品 这个部分 那你需要完成的任务 跟前面又不太一样 第一个 你需要信用卡账单 使用SNY账户来授权扣 所以建议你 在办这张卡之前呢 请先申请 SNY数位账户 我们右手边的QR Code 可以申请 那申请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申请信用卡 那到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连结 所以呢 信用卡账单就可以用 SNY的数位账户来做扣角 第二个 SNY信用卡当期需要 有一般消费1000元 那它排除了国内外的网购 跟指定通路 28回馈的商店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希望你能够用这张卡片 多多消费 然后甚至是拿实体的 信用卡出来刷才能够拿到回馈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 就是需要有1000块当作祭品 如果你没有就是额外消费1000块的话呢 这个海外网购是不会有额外回馈的 好 那当期海外网购消费5%回馈 每个月200 所以回推大概是可以刷4000块钱 好 那这里呢 也有一点蛮特别的 就是 华南的卡片有没有任务 比如说投资的通路像eToro 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了 所以我大概也会拿到卡片之后来做实测 并且在我的社群做分享 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持续的关注 那如果有赚的话呢 就会跟大家讲 大家就可以刷了这样子 如果不行的话呢 我也会跟大家讲 好 就是这样 第三 刷卡红利 消费红利点数两倍 华南的红利点数大概0.2到0.25 所以两倍大概0.5而已 所以就蛮烂的 我就觉得这没有什么重点 所以我是不会拿这张卡片做一般新增消费的 我会拿两派以上的卡片做刷卡 或是拿我的里程卡 所以这张卡片 我不会拿来当做一般消费 你们也不要这样做 再来三期零利率 如果你在做网购消费 或者是做行动支付消费的时候 有超过三期零利率 那它就会自动帮你 超过3000 它就会自动帮你分期 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功能 再来指定20% 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优惠的重点 一般信用卡比较少超过10%以上的回馈 所以20%真的很神 那我们先说结论 这张卡片呢 我会把它绑定在TaiwanPay里面做支付 那么TaiwanPay可以做支付的通路 只要是扫码就有20% 这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我们来看要怎么完成任务 才可以拿到20%呢 第一个信用卡账户单使用 SNY账户授权扣账成功 所以你在申请信用卡的时候 也可以顺便填上去你的 这个SNY的数位账户的 这个账号资讯 那就可以完成扣角了 第二个也要做一般新增消费1000块 所以它的这个规则 跟刚刚讲的海外网购是一样的 所以你每个月呢 必须要做一笔额外的1000块消费 那么你就可以拿到海外网购 也可以拿到TaiwanPay这个20%的回馈 这是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 那指定通路有哪些呢 如果你觉得TaiwanPay你不常用 你不喜欢 这些也可以用 比如说线上娱乐的Netflix Catchplay Spotify KKBOX KKTV跟Disney Plus 所以大家最喜欢的Netflix 跟Disney Plus都有 第二外送平台 Uber Eats跟FoodPanda 他们其实都有推出自己的 年费制的会员订阅方案 那你也可以搭配这张卡片 来做这个年费制的订阅 那你也可以拿到 就是打八折的折扣 因为这个20%每个月可以拿500 那所以回贴就刷2500 所以支付一年份的这个会员订阅制 都是绰绰有余的 第三交通运输 像台湾大车队或Uber 你把这张卡片绑定 直接刷也有回馈 那再来行动支付的部分就两个 第一个是华银支付 就是也要包含台湾Pay 那第二个是接口的限定通路 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 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我们就是接下来跟你讲 每个月的回馈上线 刚刚有说过了 就是月刷2500封顶 超过的消费 就没有其他的权益回馈了 所以这张卡片请你每个月 指定通路只要刷2500就好了 超过就没有回馈了 那再来往下看注意事项 华银支付 包含就是台湾Pay的部分 只能够扫码 如果你是这个Android系统 然后有喜欢用这个感应支付的朋友 你要特别注意 感应支付的部分 是不计算在里面的 所以要用的就是扫码 那第二个 接口的通路只有五个 全家便利商店 OK超商 莱尔富 7-11跟美联社 所以这五个通路的消费 一样是打八折 所以常常在小7或者是全家吃饭的人 买东西的人 这张卡片很适合你 那再来 不能透过第三方 包括你在这个Uber Eats 或者是Uber 台湾大车队里面 如果是绑定这个什么 MyPay来做支付的话 完全都不符合规则 所以要直接绑定在那个指定的通路 比如说FuPanda里面 那这样子刷的话才符合资格 最后需要提醒你的就是 还是要有一千块当作是祭品 这个跟之前的这个爱网购生活卡 2020冬奥款比起来 就是多了一个一千块的门槛消费 虽然说没有那么神 但是如果你每个月 都会固定刷一到两千 在这些指定通路的朋友 我个人觉得 这一千块是蛮值得你去操作的 那怎么操作呢 我这边呢 做好了一系列的这个程序 提供给你参考 请你在4月15号之前完成 SNY数位账户的申请 或者你本来就有SNY数位账户的朋友 那就直接线上加办信用卡即可 那第二点呢 申请SY数位账户自动扣角卡费 因为它中间有两个 这个海外网购跟28回馈的部分 都会要求你 就是从SNY扣角卡费 这个账户扣角卡费 所以你还是要做一个申请 第三点 请你在4月15号早上10点 来申请SNY信用卡 第四 你在4月底之前拿到卡片之后呢 请你先去解任务 那这个实体刷卡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在加乐福 尤其是这个加乐福超市 比较多的据点 那么你去现场 直接就是刷这张卡片 除止1000块到你的加乐福钱包 或者是你直接消费1000元 我觉得这样子就直接符合资格 那也是最简单的 那你可以就是 放在钱包里面的钱 事后再慢慢去消化掉 我觉得这也OK 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去趋程式买东西 你也可以去其他任何你常去的卖场 或者是百货公司通路 只要刷1000块就好了 那最后第五点 我把它当做是台湾Pay跟企业口的指定通路的专五信用卡 因为毕竟28的回馈不多 尤其是像Uber Eats FuPanda 或者是台湾Pay 其实都是很不错的通路 所以今天的信用卡介绍就到这边 也希望你会觉得是一张不错的卡片 那它目前没有任何的申办限制 没有钱一万卡之类的 所以你看到这一集节目的时候 你就可以扫描我们前面看到的QR Code 赶快去申办账户 赶快去申办信用卡 我相信这样对你未来可以省下更多钱 好不好 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的话 也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能够让更多人来就是 了解我们的频道 然后订阅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